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临港自贸区的发展现状 挑战以及未来前景 本文内容来源于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陈静的特稿 上海临港不够旺 朝贤那是巨人气 据上海市中心75公里的临港新城 虽然道路开阔 高楼伶俐 但行人稀少 究竟是什么在阻碍人们在此安家 这个成立五年的自贸区芯片区如何汇聚人气 吸引更多人才和企业入住 我们来看一看刘斐的故事 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四年前 工程师刘斐在上海最东边的临港买房 这一决定让许多朋友不理解 临港距离市区遥远 海风强劲 生活设施匮乏 似乎不适合生活 但2019年 临港被划为上海自由贸易区芯片区 再加上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再次设厂 刘斐看好这座新城的发展前景 当时 临港房价大约是每平方米3万元人民币 比浦东三菱镇低了六成 这让刘斐和妻子坚定了在临港买房的决心 他们成为芯片区设立后最早的一批业主 此后 刘斐对临港的发展进程格外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 临港在过去五年里的工业产值 如期高速增长 高楼也越来越多 临港芯片区占地约873平方公里 于2019年成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项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部署的战略 目标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 临港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高达19.8% 即便在疫情严重的2022年 GDP同比增长仍然达到21.2% 根据2020年发布的临港芯片区创新型产业规划 临港GDP在2035年要达到1万亿元 相比之下 浦东新区从1992年设立到2018年才实现GDP突破1万亿元 而临港需要在16年内走完这一历程 这无疑是对临港的巨大挑战 然而 临港的亮眼经济数据并未转化为人口的快速增长 2025年常住人口需达到80万人 而截至2022年底 临港市镇常住人口刚突破45万人 若要实现目标 临港在未来几年内每年虚境流入11.6万人 与市中心相隔75公里的距离是阻碍多数人安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驾车还是地铁 从陆家嘴到临港滴水湖都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相比之下 从上海到苏州仅需不到半小时 高铁前往杭州也只需一小时 这也解释了为何家住临港万祥镇的刘安宏每天需要花至少4小时通勤 刘安宏认为 临港房价便宜 发展潜力大 适合外地家庭置业 虽然临港近年来有了天文馆 滑雪场 演艺中心等设施 但只有一条地铁线通向市区 疫情和2022年上海封城导致多条交通线路施工进度受阻 预计2026年才能开通两港快线 而地铁27号线的动工时间仍未确定 刘安宏表示 提升对外交通配套建设 或在区内提供更多样化的工作机会 是吸引更多人落户的关键 临港目前以先进制造业和科创企业为主 而这些行业对电商等其他行业的吸引力有限 周末到临港一游 可以直观感受到产业对人口的聚集效应 滴水湖区域周末迎来大批市区游客 但他们往往直奔景点 很少在街边逗留 商铺生意也相对冷清 而特斯拉超级工厂附近的尼城镇 周末则人来人往 尤其是年轻人居多 万达购物广场一座难求 中国经济学者陈波指出 三年疫情令临港城市建设和人员流动 进度受影响 服务业发展步伐也随之放慢 服务业需要密集的人口来支撑 而目前临港人口密度不足以推动服务业发展 临港正通过更优惠的落户和安家 配套吸引年轻人才 包括缩短申请常住户口的居住年限 提供人才公寓 安家补贴和购房补贴等 据临港芯片区管委会统计 截至今年5月 临港国内人才累计落户超9万人 芯片区人才总量已突破11万人 然而 临港也面临着房屋质量和维权困难的问题 加和美院的业主们 因楼盘延期交房 而集体维权 开发商因疫情和资金问题无力交房 导致业主无法落户 孩子入学也成了难题 类似的烂尾楼和劣质工程 在临港并不罕见 这无意削弱了人们在此安家的决心 临港的地理位置和相对独立的管辖方式 导致维权过程复杂 很多业主感到无力 高朱迪曾被临港年轻的成 年轻人的成口号所吸引 但如今他对这个口号充满讽刺意味 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的背景下 临港还需吸引外资和外企 临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 但其与市区的距离以及生活设施的不足 仍是吸引企业入住的障碍 尽管如此 临港还是吸引了像特斯拉这样的巨头企业 预计为当地带来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临港的优势在于背靠上海 这使其在研发和国际化程度上具备竞争力 临港探索更灵活的数据跨境传输政策 对于外企开展业务和研发非常重要 然而 当前的国际局势使临港吸引外资面临不确定性 但其外向型发展模式仍是最大优势 临港未来的关键在于 能否进行更大刀阔斧的改革 吸引更多企业入住 重塑商业信心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提升 外企在华经营环境日益严峻 临港需要不断尝试新举措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的来说 临港作为上海自贸区的芯片区 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还需在交通 住房 服务业 及吸引人才等方面 做出更多努力 才能真正实现其宏大的发展目标 临港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提升 更需在人口聚集生活质量和国际化方面实现突破 期待临港未来能成为上海的新浦东 一个真正的国际化 现代化新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上海临港位于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东南端 紧邻东海 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区 临港芯片区是上海市政府 于2019年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旨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提升国际竞争力 临港芯片区的设立背景 是国家深化自贸区建设的战略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层次上 参与国际竞争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需要借助自贸区这一平台 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度 临港芯片区覆盖了包括阳山深水港 浦东机场南侧部分区域在内的 119.5平方公里区域 这一区域的设立不仅是对 现有自贸区的有利补充 更是上海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临港芯片区的设立旨在进行 多项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 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开放 具体措施包括放宽市场准入 建立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 推动金融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吸引国内外企业和资本 还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临港芯片区的重点发展方向 包括高端制造业 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 区内规划了多个产业园区 如智能制造员 航空航天产业园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等 此外 还有专门针对科技企业的创新生态园区 旨在通过极具高新技术企业 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新产品研发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临港芯片区已经完成和正在推进多个重大项目 例如 阳山深水港的建设 为临港提供了世界级的港口设施 大幅提升了区域物流和进出口贸易的能力 此外 轨道交通 道路网络和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 也为临港芯片区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临港芯片区的人才政策也颇具吸引力 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 临港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包括税收优惠 住房补贴和教育资源倾斜等 临港还与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 建立了合作关系 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临港芯片区也表现出高度的重视 区域内推行了多项绿色环保措施 包括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园区 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等 此外 临港还注重海洋生态保护 采取了多种措施 以确保区域发展的同时 不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总体来看 上海临港芯片区的设立和发展 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通过一系列创新政策和措施 临港芯片区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新的动力 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机遇 未来 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 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临港芯片区有望成为 全球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临港的发展 绝对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典范 你看看 自贸区 芯片区 特斯拉超级工厂 这些闪亮的标签 让临港成为了未来科技 和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况且 房价相对低廉 简直就是 对那些高房价城市的有力反击 吸引着年轻人才 要知道 连我们古代的长安城 都不是一天建成的 临港也需要时间来完善和壮大 楚天书 你的乐观让我想起了 聊斋志义里的鬼故事 听起来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特斯拉工厂再大 也不能解决交通不便 和生活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 离市中心75公里 你以为这是去外星球吗 每天四小时通勤 这是反人类的设计吧 还有那些烂尾楼和劣质工程 简直是比清朝的鸦片战争还糟糕 搞得人心惶惶 谁还敢去临港买房 哎呀 谢琪琪 别把临港说得像一场 西游记里的取经之旅那么艰难 交通问题是暂时的 规划中的地铁27号线和多条快速路 一旦建成 临港必将焕然一新 再说了 临港作为一座新城 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政策支持和国际化定位 你知道吗 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已经带动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这不是梦 这是真实的发展动力 楚天书 你的信心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大官员 看起来美丽却是虚幻 说什么政策支持 那些优惠政策其实是对企业的糖衣炮弹 居民的生活质量却没什么改善 你提到的地铁27号线 何时开工还是个谜 别说焕然一新 可能到时候都成了大话西游里的月光宝盒了 大家都在等着谜底揭晓呢 谢琪琪 你的反对意见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策略多但未必全对 临港的未来是看得见的 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一步步推进 国家政策的扶持就是它的底气 看看历史 浦东新区从设立到成为上海的经济心脏 同样也是经历了艰难的起步阶段 临港也会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 只要给它时间 奇迹一定会发生 楚天书你的乐观让我想起了水浒传里的凉山好汉 一腔热血却常常投破血流 临港的未来愿景在美好 现实问题却像西游记里的妖怪一样一个接一个 强烈海风 潮湿空气 住不进的房子 上不了的学 这些都是现实的挑战 希望你们的奇迹不会变成一场西游记般的取经之旅 否则年轻人都会望而却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六du人工智能语音科隆技术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六do人工智能语音科隆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科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6.Do 人工智能语音课论技术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 6.Do 人工智能语音课论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这个过去的一周啊 不知道大家感觉最深的新闻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小杨 过去这几天里面 你最关注到的新闻是什么 我关注到的就是中国的水灾暴雨 包括湖南啊 这个福建啊 这个洪涝灾害 在六月底啊 就已经是发生了 虽然说这个六月在中国啊 是进入了一个汛期呢 因为是季风气候的原因啊 这个 哎这段时间的这个小红你没打麦克风 哎那这段时间呢 哎这个 福建啊 湖南啊 以及这些地方的啊 这个所谓的一个暴雨 他让你看到的很多视频让你觉得呃呃怎么很触目惊心吧 就是好本来火车站变成了码头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的是呃湖南这个地方的暴雨啊 让人觉得这个是呃怎么说呢看到之看到之后觉得呃呃怎么说是这个画面感是有点惊人吧 嗯好谢谢这个小杨啊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小杨啊表面上是很这个忧国忧民啊关心国关心国际民生 但是上来居然忘了带话筒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小杨现在在彻夜的看欧洲正在进行的球赛啊 哈哈哈哈不见是在家看上班的时候还看啊对对对对对平时呢我们就看到啊小杨边前是两个屏幕啊 左边在工作右边在看球啊 三个屏幕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啊 所以请大家原谅上来忘了带话筒 我刚才想要是提到的这个极端气候的问题啊 其实我们在美国也特别有感受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们所在的美国东部也是遭遇了这样一场极端高温啊 不过今天呢似乎气温又有所转良 让人觉得呢又是回到了这个比较我们熟悉的新英俄兰地区比较宜人清爽的这样的气候状态啊 何平先生过去几天你最关注到的新闻是什么 哦我关注的事情就可是多了啊 首先是欧洲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个进展 我是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啊 只有可能通过谈判找到一种方案在服务中国的利益和服务欧洲的利益 这种贸易战对于欧洲来讲是灾难的 对于中国来讲是没有必要的啊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几天以前上个星期我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花很多时间跟我的网友在聊这个什么叫大科学啊 什么叫新的技术革命对这个政府体制变革的这个作用 那么聊了半天之后昨天突然一个消息啊 就是香港的公务员公务员局长吧好像是公务员局长 他说现在的这个香港的很多的空缺啊出现了很多空缺 因为有个人对政府不满啊这个国王发的作用就离开了香港 这都是专业人才 那么这怎么办一时补也补不上来 后来他们发现有一种方式可以补就是机器人啊 就是智能系统而这一点呢这样 这一点正好就是我们这些天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根据香港的公务员方面的这个公务局长的介绍 明年年底之前大概有两千个职位 就是将是由这个人工智能来对天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关注的事情 当然还有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事情 菲律宾的这个事情我觉得 在菲律宾方面表示的是相当的这个节制 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安保条约方面来 那么这个美国这方面呢也没有把这个事情继续的往上面增加这个火药位 因为大家马上就要么就打一枪玩一玩 现在很显然中国不想玩 菲律宾不想玩美国也不想玩 这就对了 但是呢只是说你即算是产生这样一种 所谓的执法也好 冲突也好 还是得注意安全 因为呢菲律宾还是有人受伤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觉得既然大家是表演吧 就应该尽量是表演 不要鱼血太深 鱼血太深你下次再出现一些伤亡事件啊 明年就会产生一种一种变化 我觉得现在南海应该尽量的找这个 要么你就达成一个共识 怎么面对这个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要么就是走这个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原载 就是主权格制 共同开发 现在不叫共同开发吧 共同维护也可以 好谢谢这个这个和平先生的介绍 不过说到这个中国菲律宾之间的外交关系 我想到了中国和另外一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就是波兰 那我们知道波兰是一个北约国家 那么在整个俄乌战争过程中 波兰一直是表达了对于乌克兰非常坚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援态度 而今天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波兰的总统杜达 对于北京进行了对于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那么其中呢除了见到了习近平本人之外 还会与李强和赵乐际等人举行一系列会谈 怎样看待波兰的这一位总统啊 在这个时机对于中国进行访问 到底双方是谁有求于谁 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北京在这一次访问之后 又宣布了对于波兰的单方面15天的免签措施 是不是延续了之前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去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免签 那李强去了新西兰和这个澳大利亚之后 都是扩大了对于新西兰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签证免签措施啊 怎样看待这一次波兰总统访华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一次的这个首相吧 希望这个李强能够给马来西亚永久免签 但是呢李强还是做了一个妥协性的安排 延长延长延长到2026年 我觉得虽然现在这些免签都是有期限的 如果执行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中国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免签的国家 作为一个大国向很多的国家进行免签 这是表现一个国家的基本上的开放姿态的一个表现 那至于说这个波兰嘛 波兰嘛就是在这个共党国家转型过程中间 意识形态很重的一个国家 历史的恩怨走不出来 跟乌克兰的恩怨也好 跟俄罗斯的恩怨也好 我看到前这个 之前的那个叫 叫网文萨吧 这些都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意识形态走不出来 新的一代领导人能不能走不出来我不知道 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中国 很明显跟之前的俄乌战争初期那种高度意识形态的话 还是有一些改变 因为现在的全世界的崛起 我把它命名为叫另外一个中国的崛起 什么叫另外一个中国呢 就是另外一个中型国家 无论是巴西还是土耳其还是印尼印度 印尼生产人口很多 一般来讲还是把它命名为中型国家 因为它的经济整量还是太弱了 然后还有这个南非 现在再加上这个东欧一些国家 因为巴西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个国家 如果是这些国家能够追求经济发展 以追求合作 融入到一个新的技术时代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什么人还要搞什么冷战热战 我觉得孤立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真正的一个潮流 就是发展中国家 要把发展经济 利用现在的新技术全球的市场 加快自己的变化 其实是最为关键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反复提倡的一种新技术革命 所加快拉平世界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 搞意识形态 总是有些人还在冷战的这个梦想之中 总是还想呢 寄希望于原来的这种历史的力量 来保持自己的这个地位 就是这个时代 谁都保不住 任何一个国家 哪怕像中国这种国家 你过去三十年你可能发展得很好 过去的这个功能师科学家都成长得很厉害 但是我在周末看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我就感慨万千 现在实际上到欧洲处的留学生 到英国的留学生 印度人已经超过中国人了 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 印度人也毕竟这个中国人了 也就是说印度也许从目前看起来 二三十年之内未必能够赶上 或者超过中国 但是他的潜力 至少从明显的学习的这样一个 一个形态来讲 比中国人对西方的这种 渴望思福亚 中国人更高一点 所以这个世界上变化会快很多 谢谢和民先生 咱们再说回到波兰 先不说印度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波兰总统访华谈了几件事情 第一是希望中国扩大 对于波兰的农产品的进口 那我们也知道 整个俄乌战争导致的贸易线路 和粮食出口线路的阻碍 对于波兰农民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这一次波兰主要提出的是什么 中国能不能够扩大 对于波兰秦类的进口 那中国人如果想吃鸡的话 吃一吃波兰鸡 是不是可以 这一点是讨论的重要话题 另外一点之前 大家没有想到的 就是波兰可能会邀请吉利汽车 中国著名的车厂在波兰建厂 那么除了匈牙利之外 中国汽车可能会在欧洲 又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据点 这一点现在在面对国际贸易逆风之下 对于中国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中欧贸易铁路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中欧铁路是进行中欧大陆上 贸易一个重要的枢纽环节 但是到波兰的这个铁路呢 是有两个问题 有一条铁路正好通过乌克兰 现在在战争情况下 是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条铁路是通过明斯克 但是我们知道 由于波兰在整个俄乌战争中的立场 就导致波兰和白俄之间的边境 现在非常的紧张 所以这一条铁路也是遇到了问题 所以能不能够中国在一带一路上 有所发力 能够保持中欧铁路畅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于波兰的大宗商品出口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啊 其实不仅仅是政治问题 又正经的生意要谈 特别是对于波兰这样一个国家 整个国家百分之十三的外贸依赖于中国 更是脱离不了中国市场在背后的支持 这一点我们特别为大家进行补充 而说到生意 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 现在呢仍然是与欧洲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 今天早上我们特别引述来自彭博社的独家报道 为大家介绍 在六度解析栏目 就是啊 王文韬在会见德国这位副总理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握手协定 就是希望德国在中国啊 在欧盟针对于中国汽车的关税上面 能够为中国进行游说 而反过来呢 中国也将为德国的豪华汽车出口到中国 提供关税上的支持 不是增加关税 而是减少关税 帮助这一些德国豪华汽车品牌 能够抢占中国市场 说了汽车再来说飞机 中国的商业